大家好,这堂课详细讲解一下家庭水培芽苗菜的操作步骤 花家致富原唱视频拍摄不易,请您耐心看完这个视频,您就完全会了 双击屏幕,谢谢你对花家致富的支持 第一步,要知道一盘里放多少干种子 把种子倒在绿色的底盘里,一成的种子占据盘子的二分之一即可 因为在泡种子的过程中,干种子的体积会增大 如果种子太多,影响榨根和后期的生长 接下来,盘子当中加水,把种子浸泡12个小时 这是泡了12小时以后的种子 泡好12小时以后的种子,倒在白色的网盘上 对着水龙头,清洗干净 然后把坏的种子,两半的种子挑出来 有的朋友说,种子扑的不是均匀,扑不平 底盘加满水,如图这样 用水的浮力,轻轻的晃动白色的网盘 这样种子均匀的就荡平了 之后底盘不加水,要进行叠盘吹芽 叠盘吹芽很简单,又叫压盘 就是一层一层的,给盘子裸起来 这就叫压盘吹芽 最上面的盘子,用一个拧不出水的湿毛巾进行覆盖 催芽期间,每天早晚用喷壶,把所有的种子进行喷水保湿 炉头操作 喷完水后,再进行压盘 吹芽两到三天后,根须就会从网盘底部长出半公分或一公分左右 这个时候底盘要加水 添水后,水位不能高于白色网盘 如果高于白色网盘,种子就会腐烂掉 这一步非常重要 底盘加水之后,就不用进行叠盘了 放在种植架上,接受自然光线生长 两天换一次水即可 一周左右就可以收割了 如果花架致富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你学会了,能不能加个关注,评论留言,学会了 直播间讲解各种水培芽苗菜详细教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